在漫天星空当中现在有一颗星星你可以叫得出它就叫做高雄 因为在高雄有一名天文爱好者他和好朋友经过多个月的观测星空 发现了一颗亮度19编号215080的小行星 他以故乡高雄为名而且已经获得了国际行星的认证通过 开心的把他所制作的小行星赠送给高雄市民 高雄市长陈菊收下 开心的说今后在宇宙天空中高雄也占有一席之地 40岁的蔡元生关心有20多年 今年他向中央大学提出天体搜寻计划的构想 获得支持和四五名同好 透过天文望远镜搜寻浩瀚的星空 今年3月初他终于在天平座附近发现了一颗亮度19的小行星 上报国际小行星中心确认了这颗在国际上拥有永久编号215080的小行星 蔡元生又因为他出生高雄决定把这颗星星取名叫高雄 这颗小行星高雄面具大约是有一个高雄小港机场那么大绕地球一圈要4.65年 而国内的天文学家发现新行星以店名命名的相当多 像玉山家印都是行星的名字